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这孤天林段山明主隐墙是苏式创作的一首消暑词 被誉为它笔下最清凉的词作之一 这首词以林间小景为题材 描绘了一个夏日的宁静景象 通过对自然之美的细腻描写 以及对时光流转和生命短暂的深刻思考 将读者带入一场清凉的心灵之旅 我先读一下原文 林段山明主隐墙 乱禅摔草小池塘 翻空百鸟石石剑 罩水红麴细细香 村舍外 古城旁 仗离徐步转斜阳 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凉 大意是 林中断了山明处主隐在墙后 混乱的禅声 衰败的草地 小池塘 时不时看到空中飞舞的白色脑 映照在水面上的红麴花 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村舍外 古城边 我煮着离帐缓缓走动 转向夕阳 昨夜绵绵不绝的雨水 让人念念不忘 如今又得到这宛如浮生的一日凉爽 这首词是苏氏在夏日创作的一首清凉消暑的词作 整首词以林间小景为题材 展现了一幅宁静清新的画面 让人感受到清凉的凉爽和宁静的美 词的开篇四字 林段山明主隐墙一下子将林中山明 主隐墙后的景色勾勒出来 展示了自然景物的美妙 林间山明 意味著树木风貌 山市明亮 整个林间的景色显得格外明快 而主隐墙后 更增添了幽静和神秘感 作者选择了这四个简练的字 展现了出一片优美的自然风光 同时也流露出他内心的情感 接着的乱缠摔草小池塘一句 生动刻画了夏日的特有景象 缠生草杂 摔草凋零 小池塘清幽 勾勒出一个夏日午后的显示景象 乱缠生与摔草景形成鲜明对比 使读者感受到季节的更替和生命的无常 这种对自然景物的细致描写 让人仿佛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这片夏日林间的美丽景色 紧接住的翻控百鸟时实践 赵水红取细细香表现了 此人对自然的敏感和热爱 百鸟在空中飞舞 时已时现 如同自由的精灵 给人一种轻盈 自由的感觉 而水面上的红麴花 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如同散发出心灵的香气 使人沉醉其中 这样细腻的描写 新增了整首词的情感和意境 使读者感受到了作者 对自然之美的深深喜爱和敬重 词的后半部分突出了 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 作者以村设外 古城旁勾勒出乡村的景象 将读者带入到古朴宁静的乡村中 随后仗离徐步转斜阳 通过描写词人悠闲的散步 借助夕阳写照的情景 透露出一份淡淡的忧伤 和对光阴流逝的感慨 时光流转 生活如行走的脚步 我们在时光的河流中慢慢前行 而夕阳夕下 更让人感受到生命短暂的无奈 最后两句殷勤 昨夜三更雨 又得福生一日凉 是整首词的高潮所在 昨夜三更的雨水 在此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今天却得到了又一天的凉爽 生命之短暂和脆弱 在这两句话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 作者运用福生一日凉 寄托了对生命的珍惜 和对时光的感慨 让读者在失忆的世界里沉思 整首词情景交融 抒发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美与喜爱 同时也表达了对光阴流逝 和生命短暂的深深忧伤 俗世运用细腻的描写手法 把读者带入到清凉的夏日景色中 同时也引发了读者 对生命和时光的思考 这种充满了生活感和人情味的词作 让人在炎炎夏日中感受到一丝良意 也让人对生命的珍贵和时光的宝贵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首词作让人感受到 苏式清新淡雅的词风 也反映了他对自然之美和生命流转的深刻感悟 词中的景物描写生动细腻 给人一种宁静 凉爽的感觉 如同一幅清新的山水画卷 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清凉的氛围和深邃的思考 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一股凉爽与悠然 词的开篇 四字揭示出了林间山明 竹影墙的景色 为整首词奠定了清新 宁静的基调 苏式以简练的文字 将自然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仿佛至深其中 接着乱禅摔草小池塘 描绘了夏日的禅明与凋零 小池塘清幽的景象 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描写 使词作更加具体鲜活 引发读者对自然的共鸣和感受 然后是翻空白鸟识实践 照水红取细细香 苏式以细腻的描写 勾勒出白鸟在空中飞翔 白麴花绽放的美景 给人以清新活泼的感觉 这些自然景物仿佛与词人对话 使读者更加深入地感受到 他的情感和情绪 苏式在此中 融入了对自然之美的热爱和敬畏 体现了一个文人的心灵深处 词的后半部分展现出 苏式对时光流逝和生命脆弱的感慨 他以村舍外 古城旁勾勒出淳朴的乡村景象 在以仗离徐步转斜阳 将读者引入夏日傍晚的景象 夕阳西夏 时光流逝 词人的脚步缓慢 似乎在感叹光阴的飞逝 最后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凉 通过对昨夜三更雨和浮生一日凉的叙述 表达了对光阴的珍惜和对生命短暂的感慨 这两句简洁而深沉的词语 使词作增色不少 整首词充满了对自然之美的赞美 和对生命短暂的深刻感悟 展现出苏世对世间万物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感悟 他用词语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优美的画面 引发人们对生命和自然的思考 这种从自然中汲取灵感 以清新淡雅的笔墨表达自己情感和思考的管道 让人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股凉爽与悠然 读完这孤天灵断山明主隐墙 我仿佛置身于清凉的林间 感受到自然的美丽和宁静 苏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山明水秀的景色 使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 而在后半部分 他对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脆弱的思考 也令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这首词作不仅展现了苏世清新淡雅的词峰 也传递出了他对自然之美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惜 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感悟 他用词语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优美的画面 同时引发人们对生命和自然的思考 这样的词作品 不仅是苏世才华的展现 更是一种心灵之旅 让我从中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读完这首词 我不禁陷入对自然和生命的思考 让我对身边的一切都倍感珍贵 感谢观看